星期六第六場推介 有一場法甲賽事 卡昂算是榜尾的購隊 對著巴黎星日二門 今場球未必有什麼樣球開 到時看馬會有沒有所謂樣球 因為通常都會有樣球主合和 今場球正是說 其實盤口上是樣球半 球半即是樣球主合和 即是所謂的客隊讓一球 就等於球半 即是必須贏兩顆 今場球這個對碰 老實說,雖然巴黎有後顧之休 不過這個後顧之休 是主場出戰對曼聯 幾日後的歐聯次回合 今場球來說 個人都覺得 卡昂這些 基本上級數上一定是差很遠 雖然你說曾經踢過一場 叫0比0賽事 這裏也能看到 這些是上季 今季主場的季初 輕鬆3比0贏 當時盤口讓得很深 你看看開0比0那場球 讓半球真的讓得很少 真是哪有這麼順 你看到 果然就開了下盤 你說如果巴黎讓得深 反而我覺得 駁你們有少少不敢買 但有時來說 也不是 讓得深的話 就會輸 這場球我覺得 正正就是讓得不算深 講求半盤 會不會引你落答 我覺得也不是 只要贏到你兩顆 這個球半盤就中了 無論是踢出2比0 或者3比1、3比0 卡昂來說 同樣剛剛也說 在發足杯來說 對賽 李昂就輸了1比3 這裏就沒有顯示 因為我們做這個推介來說 其實相對來說 時間是早些 去找了一個彩色資料出來 所以暫時這些 所謂的足球網 可能都未能夠更新 你說說巴黎 近這幾場來說 要贏一般級別低的對手 其實來說也有少少少 比較輕鬆 輕鬆是兩三顆 輕鬆是大勝5比1 他要小勝起上來 那時也是小勝 看到的 這些球 其實有少少跟萬城味道一樣 始終你去到這些 班霸球隊 他們喜歡怎樣操作呢 有時我們作為球迷來說 都很難去準確預測 不過你說從盤口上的分析 以及看回目前形勢來說 我覺得他對著這隊榜尾 贏盤應該也有一定的樂觀 始終來說這隊都是屬於藥女 你說巴黎要玩東西 贏一顆之後不去 這些就很難說了 不過我個人也是傾向 球半盤 即是讓球主客和 客隊勝贏你兩球 應該是做得到 所以來講 今場球入球大勢那邊 我反而不考慮了 選擇一個讓球主客和的客隊勝 希望一樣是有1.8倍以上 好嗎 好嗎 我記得我的影片 好嗎 感谢观看